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姨妹 这只小船我们已经拉回来了 昨天晚上哥哥半夜和朋友 等潮水涨的时候就把它拉回来 然后都上岸了 现在哥哥和嫂子他们已经把这个机械拆出来了 拆出来了之后 他们正在村里找人过来帮忙翻这只船 看一下底下有没有坏 这个船舱这里全是进水 估计是进水的地 应该是从底下穿了烂了破了 然后底下布满了那些青口 这个青口应该可以捡到可以做菜吃了 应该还有很大的 这个嫂子正在找人帮忙 看下面全部都是青口 怪不得开船的时候比较沉重 都是这些东西拖着的 还有这些海栗子也是布满的 我爸买这艘船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修理过 这次就趁这个机会好好把它修理一下 我能赶忙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人 因为现在人家这个码头正在起豪的时候 也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忙活 估计也没有人有空帮忙吧 要等一下 把这个机械拉到后面 然后翻过来修理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翻了 这个好重超级重的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水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么多人 嫂子和哥哥一直在找 我怎么还没脱啊 轮台来电一下 好 你看 准备开始了 烧机动动了他的这个智慧 找到了这里周公的工人 来帮一下忙 要找个木棍 知道叫了十个人过来 知道能不能把这艘船搬过来 他们准备用这个木棍 要把它撬起来 没有对象 什么 拥等一下 好 看 在这便利装 老拍 开 老拼 前 老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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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小的 小小的 我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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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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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了 那 二 二 二 四 啊 三 我怕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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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原来是电子 这些青口 不买了这艘船 这个要铲一下 对要铲 翻过来的重力太大了 然后把它拧弄坏了 没关系烂了就烂了 翻得过来就好了 你看这些东西 要把它铲出来才行 怪不得爸爸说这个船越来越慢了 还一直怪那个机械的马力不够 是这些铺满了 然后就沉重了这艘船 这个要把它铲出来才知道哪里烂了 还有一条梗子要把它放了吧 还有生命的 平常我们改海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么多过青口 之前不是去过 出过一次海吧 就是你们洗这些青口的 都没这么多 刚才这位有心的村民 带了一把铲给我们 让我们铲 因为这个码头不是我们村的 离家里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所以拿东西拿工具的时候不方便 所以他们有心人就拿过来了 因为这个码头的话 在销排很多问题 但这 volume脂肪 该讨压的水 为什么俏获 我去剪点回去吃吧 刚才这位阿姨讲 这些是鸭仔螺 也还有叫黑螺的 但是它长得有点像青口 外形像青口 但是它的颜色是黑色的 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些颜色非常好吃 他当我们的阿姨已经钱了 一大包回去了 这一盆的鸡朵 有两三半夜 要用钢丝油刷一下 把这个船给吃 船应该没有坏 应该是纯面浸水的 稍微累月积累下来的水 那时候船清理干净 然后让它晒两天 晒干了之后 再拿那些轻微布 或者油漆布 整理一下 清理一下 然后弄干净 然后再用油漆 再翻过来 再把那个纯面给 整理一下 应该是纯面烂了的 那个纯底是没有烂的 我嫂子在这边 在他同学这里拿蚝 过来看一下吧 你能做呀吗 我嫂子在这里拍 生蚝拿回家 它是它的 很客气 成生蚝不要看它的壳不大 但是它的蚝肉是非常饱满的 一下子就擦得好干净了 过两天就把它上去 亮一会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你们的记得 记得记得个周二八八一 和复一下网友的评论 冷库怎么能买到生蚝 到上后 云妹卖的时候再告诉你 用户8232925407633 云妹你那个船有多大 大个架要胡乳吊起来 已经弄上来了 差不多要搞好了 议论情迷 弄仔好吃吗 什么价格 弄仔是挺好吃的 煎起来或者弄仔包也可以 有时候卖十几块钱 有时候卖二十七块钱一斤 这个要看市场的价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鱼妹 今天我带了一个新的工具 过来港海 这叫我们洋江话叫做炒炒 工具是等打炒的时候才做到货的 现在就是打炒的时候 打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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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打炒 看这个新状像我们洋库 谢谢观看 看看看看 这鱼还有虾的我拿上来一点看到吗 这条是红油我的桶呢飘了吧 哦在那边飘过飘到那边了 这颗虾想跑 放过了放过了 哇这条鱼超级大的 还是有生命的呢 刚才很 很生猛啊 还有虾 哇这里还有 这个应该是泥虾 这个是草虾 哦这个虾断了 应该刚才是被我藏到了 没了 就这么多 把粉放到这里 再去往底下 那边有油 哦上鱼了上鱼了 这条鱼又有油了 啊 天哪 还要跑啊 上鱼了上鱼了 上鱼了上鱼了 这条是什么鱼我没看见 哇那里还有一个 这个虾脖皮皮虾 这个还有高的 上鱼上鱼 上鱼上鱼 呦 这条是鱼鱼 黑鱼 把它放了 那还看到皮皮虾呢 好了吗 哦 这里还有两口虾 皮皮虾跑了 好了 我找到了 最省力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我找到了 哦 有鲜头家 哦还有虾脖 这还有皮皮虾在这里 就一点点 哦 这个虾在这里跳 还有虾脖 哇 这个虾脖超级大 皮皮虾 刚才跑了一个 现在又回来了一个 这个是没高的 刚才那个是有高的 哦 这里还有虾 我刚才看到有两口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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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口虾 看到吗 就在这里 拿上去 上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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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剩一次 一网就三口虾 看一下 今天有多少货 今天虾多 虾比较多 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条鱼了 挣扎 活不弄跳了 这些虾 搞 Atlка 现在已经搞的太满了 我们就赶紧走了 要不然就回不去了 虾 嗯 尽量回家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宜妹的记得点赞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会抓一打 因为今天我又来改海了 过来看一下这 在地上全部的是这些裸壳 这里有一个汗了 这个好多 看这里好多砂码 现在下午太阳比较猛 这些裸都 晒的这些裸都发出了一阵臭味 我就在这里挖一下先 那边也有好多人在挖 看这边好多 这边到处都有 可以随便捡的 这里有一个蜡螺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蜡螺 我来这边捡一下换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蜡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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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白产 这应该是叫飞子螺 这边好多 这边好多 下次如果谁谁叫我带它过来捡螺 我就带它来 这里这里 我平常那边捡的还要多 哇 这里 哇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 哇 还有没有 哇 这里还有一个猪肚螺 我都不用挖了 简直是 这里有一个被搁起来的窍窄 不过应该是个人家 发痛了 这边很多石头 我来发一发 这边也有一个 哦 这里有一个 欠载 说这里还有欠载 哇 这边也还有一个欠载 哦 这个是虫壳的 哦 看 它准备 脱这个壳 硬硬的壳 掰出来了 把它掰出来了 放了吧 这个把它放了 刚才捡到了两个螃蟹 然后再在在这里 看一下 哎 这里还有螺 哇 这里大大小小都有 哦 这个是螺 不过这个是白彩 哦 这边 这边好多 哇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 白彩 还有一个烂螺 还是柔肉啊 这边还有一个 进去进来 还几个 那里有一个窄载快过来 哦 死了的 我 剪了差不多了 现在 准备回家 我们现在回大家了 我准备用这几个大的 来蒸水蛋 然后这一滴血 我准备用水扬起来 改天再吃 我先把水煮开 先 煮开 煮得太熟了 放给风花下 先放给风花下 煮好了我们准备开饭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阿姨妹的记得点关注哦 拜拜